一片看似普通的绝壁上 竟隐藏着寒静的人文奇观 战争的功勋 宝贪的明了 弥面天书 究竟暗藏怎样的天机 超数多简 字字真主 绝世之谜 终感如何破解 敬请关注X道姆之 绝壁天书 安时之乱 将唐代昌正义时的贞观之志毁于一旦 做了大半辈子圣君 本来可以光荣退休的唐玄宗 怎么也没想到 会被杨贵妃的干儿子安入山害的自己 有家不能毁 有国不能为君 到头来还得带着杨贵妃四散奔逃 最后她自个儿逃到四川马卫坡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为了安抚民心 忍痛将心爱的杨贵妃赐死 这个时候她本想回朝为君 可让她更加没想到的是 自己第三个儿子李亨 竟然在北方称帝为唐肃宗 而正是在这位唐肃宗的领导下 唐代名将郭子怡和李光碧 才平定了安时之乱 而这篇《王者之作大唐中心宋》 正是写在那个时候 可为什么这样一篇时刻 会引起一场千年争论 首先我们排除了特殊符号的可能性 因为所有的字都为正开 与现在书写方式相差无几 而且字里横间 我们凭来凑去 也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含义 既然是宋 那肯定是称宋的意思 而且看过了通篇内容之后 不少人的第一印象也认为 这是一篇表扬唐肃宗 缴贼有关的宋文 宋文的内容 它是表示对皇上的尊重 你看它 第一个就是这里边 皇是空沟的地方 空沟的地方 它都是下面一句 就都是碰着这个太子 太子和皇上 上皇 我皇 大家 大家也是讲皇帝了 是吧 二圣就是两个皇帝了 天兄也是讲皇帝 碰上这个天 黄 这些字 它都是空沟 表示抬头 好像是另起一行 那要抬头 表示尊敬的意思 既然是出于尊敬 而且放在了如此显眼的位置 看来 这首宋的作者 是像拍拍唐肃宗的马屁了 可如果换成历史上有名的马屁经 那么 这么想来也不会奇怪 可偏偏争论 也就是从这位作者开始 因为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说 他绝对不是这种阿谀奉承的人 有的时候呢 他就是明明就是一篇宋文啊 他没有这个行业在里面 有的时候他是明宋实际的 就是所以说呢 其实当时袁杰他的用意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也是一种推论 其实是不得而知的 所以说他写得非常的巧妙 该文作者名叫袁杰 是当时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之一 在他写下这篇颂号 是另外一位大书法家将字写在牙上 此人名叫严真卿 现在练书法的都知道 严经流谷中的严说的就是他 而且啊 都是唐朝当政的一顶一的清官 所以直言纳贱文明 他是这么说的 君日全行 毕中毕直 君日全正 毕方毕正 君日全德 毕方毕正 所以呢 如果做到这样子呢 他就说宗旨方正 就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了 而且严真卿也是刚直不阿之人 按道理来说 这两人肯定没这份闲心 花费在此拍马屁的 那么袁杰和严真卿 在这么显眼的位置 写上这么一篇宋文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在当时朝领的话 我想了他不可能没有哪一个人 敢那样直接去讽刺朝领了 在当时那应该是沙头的 大罪嘛 没有哪一个人敢这样做 也许他是不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体现他心中的那种 对朝廷的一种担忧啊 有没有这种行业在里面 我想应该 以元杰的为人来说 我想应该是有的 担忧不说虑 担忧不说虑 骂人不带脏 有人说这可能是元杰的目的 明着说是表扬你皇帝 实际上是说 就是因为你在 所以搞得名不聊生 生灵涂炭 可他作为当朝的官 肯定知道 自己要是太激进了 说不定就人头落地 于是元杰便担惊 结律地想出了这么一篇宋文 反正我这么写 就看你们谁能知道 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于是等唐朝过了之后 这里就开始热闹了起来 此后说好的说不好的 有心的无心的 总想为后人留个凭证 于是大家都把自己的看法 刻成了时刻 包围在大唐中兴宋周围 就如同一场跨越古今的辩论 直到现在还依然不分胜负